好,再來我們要做的是Controller Controller的做法呢,一樣我們從Line開始打開S 打開我的Snap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Close 好,然後Snap可以關掉 然後回到Scale,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這個Helper,這個是我們的Helper 那麼我們進入到它的Controller 我們把它改成Control好了 Control ControlA Control1 好,然後一樣的,到Render的地方 我希望在我的Viewer底下是看得到它的 但是,它可能不用太粗 好,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把它Setup 改成1好了 OK 然後可能再稍微縮小一點 那麼,這個地方呢 為了避免後續的不必要的一個奇怪現象 譬如說我們在做Link啊,Parent啊,Bones的設定的時候啊 為了避免一些奇怪的狀態 那我們先把它Reset一下 Reset之後呢,這裡會出現一個XForm 並不是我們需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的在Utility底下的Collapse 選擇ClipSelect 但是,這裡記得切換到ModifyStackResult OK 那麼再來呢,我們會把這個Controller呢 Align到我們的這個 位置上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用位移工具打開我的Snap哦 直接讓它Align過來 然後同樣的呢 我的這個Snap工具呢 我們再按一個Shift鍵 控制它Align到最後面的地方 OK 那麼這個Snap鍵可以關掉了 這裡呢,我們叫做Ctrl-1 這裡呢 好,我們就叫Ctrl-2好了 OK 那麼,Ctrl-1呢 在這個位置上呢 同樣的我們希望它 能夠做一個FreeTransform 那麼這個呢 也做一個FreeTransform 好,這個是目前的狀態 好,這個是目前的狀態